国内的棒球消息 15号是中华职棒球员提出申请FA自由球员权利的最后一天 目前已经有陈宇勋 陈宏文 林一泉 关大元等四个人提出 其中现年36岁的林一泉最受到瞩目 他打职棒了已经13年 虽然每年都有稳定又优异的打击成绩 不过光是他的转队费就高达1087.5万 而球迷也关注大师兄林志胜会不会行使FA 不过中信球团宣布林志胜跟王胜伟 不在60人名单 其他球团可自行接触 不需要提出FA转队费 结果这个球打到了右半边 看着球了会是第200啊 真的抽陷啊 富邦神拳林一泉本季完成生涯第200轰 已经打职棒13个球迹的他 历经新龙牛 抵达犀牛到富邦汉将 除了今年之外 之前连续12个赛季都搅出三成以上的打击率 为了让FA制度运作越来越好 他决定在走完两年复数年合约之后 行使FA权力 目前提出FA申请的有色天投手陈雨勋 他在13号率先提出 陈雨勋今年月薪58万 转队费要870万元 而富邦35岁的投手陈鸿文 14号也提出申请 月薪50万的他 转队费要750万元 而富邦队友林一泉 则是在14号晚间提出 由于神拳月薪高达72.5万 转队费超过千万 达到1087.5万 无论是否会转队成功 富邦汉将球团表示 会朝着汉林一泉 继续合作的方向来迈进 而在截止前一刻 忠信兄弟转运手 关大元也提出申请 38岁的年纪 虽然对关大元比较不利 但他月薪16万 转队费只要240万 只要符合需求 或许还是会有球队青睐 中华职棒自从2010年 实行FA制度 10年来共有15个人申请 只有2016年林志胜 郑达宏转战中信兄弟 2020年赖宏城转到乐天桃园 转队率只有20% 未来如果让自由球员市场更健全 球员转队成为常态 球赛势必更有可看性和新鲜感 对于推动职业运动 绝对会有大大帮助 发自新闻杨志富 胡新宇报道 把王维成成功的站上了英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